如果你的兰花叶片出现反反复复胶间 那么这个时候除掉它是最佳时机 不要错过了 错过悠悠等明年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首先是我们要把它拖盆下来 因为这个时候是给兰花换盆的好时机 把它拖盆下来之后 把所有的烂根给它修紧干净 或者是空根也全部给它修紧干净 因为很多兰花出现叶片胶间 都是由于烂根引起的 同时把所有的叶片胶间部分给它修紧干净 一个都不要留 接下来最关键的这一步 就是用这个二美龄来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因为二美龄它是一种内吸型的药物 所以说我们用8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加入30滴二美龄 把整颗兰花放进去浸泡半个小时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彻底的清除 根系的一些有害菌 同时它又可以快速的吸收到叶片 清除叶片上的一些病菌 给它浸泡半个小时之后 拿出来晾干就可以给它上盆了 上好盆之后 最好连续给它继续用两次二美龄来浇灌根部 这样的话就可以彻底清除 同时又可以让它快速的恢复 因为这个时候是兰花放盆的好时机 好了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